大家好 一年多來 我3月24日的論壇 我想我已經對太極門被非法課稅 依法這個案子 依法論法做了必須平反的相關法條總結 已定的 今天是清明節 又是國際良心日 所以我在對涉案子相關機關人員 做個良心自行改正呼籲 希望他們能自救救人 講到良心 我想現年50歲以上的人 高中時候應當多讀過孟子 孟子是信善說的學者 主張人天生有側隱 善物恭敬是非是心 即是人亦理智之心 那可以統稱為良心 只是很多人未經引導開花 所以才會做一些沒有良心的黑心事項 那東西方的主要宗教 他們的教育其實也就是這個人意理智的闡述一樣的 所以才會有萬教通宗的說謊 大家小時候也都聽過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 表示我們雖然不害人 但是還是有人會無天良的害人 我是大陸移居台灣 梅州移居台灣的第六代 兩百多年前已經來的第六代 一百二十年前 我祖父已經是平隆的祖父 給他四個兒子 就是我父親輩 取名按悲憤取名 就叫做人意理智 可見呢 政治上政治人或想去中國化 但去不了中華優良文化 你要去了這中華優良文化 台灣就沒有文化了 農民歷有二十四節氣 四月五日是已有兩千五百多年之清明節日 亦是聯合國際良心日 由此日 我想應當是弘道指博士之倡議 那為何叫清明節 以往的解釋是這個時節 氣氫緊鳴 萬物生長時皆清潔而民進 新解釋則是因為人活著有七情六欲 外界公民利路等誘惑太多 以致不清不明 不清就是腦袋糊塗 不明就是眼睛模糊 清明節掃墓時 感念能為人根本 知來路及歸途 都會良心對著以事事之近親自有 對自己行事有所疑問 有所感慨 心中有數就會清明 國稅局 核定以虛無不能實現所得課徵請家蕩產所得稅責 法務部侯檢查官及行政執行署執行人員 你掃墓時何不質問是否已清明 3月24日維護人權面對真相 他落實轉型正義論壇 原從真法官論點說得好 他說 一 以前我們談法制會誤以為是朝廷或政府立個法來管人民 現在法制真正精神是民意機關立個法來管政府 限制政府不能預約法律便宜行事 但是真民主法制至今已26年 卻還能以為是民意機關立法來管人民 真是民主那個悲哀 第二 罪行法定主義和租稅法定主義都一樣 執法人員只能遵循立法條文之意志 及其致意範圍不能擴張解釋權大於立委 第三 檢察官調查官必須有的品德是不能見列欣喜 真有犯罪也要哀驚勿喜 人沒犯罪卻硬是把它起訴 以不只是見列欣喜而是傷天害旅 這正是我多年稅務工作的總體認知 故任何調查工作取證方法或有不同 但執行公權力的人 終究不能自治證據栽贓王法 自身犯罪而造成政府犯罪 台灣法的蓋桃麻自以為是英雄 太極門被連續向地檢署檢舉違法詐財及討漏稅 經由調查官轉任國稅及監察室監察 後再經司法考試派任高雄地檢署之蕭宇成檢察官 新竹地檢署之周懷連檢察官兩次偵查都簽結 無違法無討落稅 卻由侯寬人檢察官以傷天害旅之手段起訴 更越全查核討落稅以假證人之未證詞 推想無對象之不能實現收入32億元 計算不能實現所得補稅處罰所得稅16億元 以台灣現在人命賠償上不及一千萬元 相較可都是百餘條人命 重複受理檢局而檢察官認知天差地別及見其蹊蹺 至今還是檢查和國稅基增體系空前絕後之特違法特例 太極門其或交易之中正環先生等被檢察官國稅及查審人員 以任意推想虛無不能實現收入 計算不能實現所得課徵請家蕩所得稅是非法課稅處分 其租稅課題都屬法外治理致死無效 亦顯然抵觸憲法第7、15、19條違法行政程序法第111條3至7款之處分無效規定 這個我已經在3月24日的任團明確原以已定法條之矯正效力 但法務部及財政部迄今卻不清不明地把無效行政處分當作有效在執行 自己傷天害理的栽贓亡法違法犯罪因受懲處卻拒不執行 顯然於是法務部對法律效力黑白錯亂 民主法治理道行逆施的世界奇觀 大家都會說法律是最低道德標準 但刑法有違罪不及 所得稅課證亦有小額逃漏稅 我退休前是逃漏所得十萬元以下 或者稅額一萬元以下 它是不法的良心規定 以虛無所得課證所得稅不只是沒有良心 而且是黑心希望你們原是無心 無心之過則因述改自首簡形自改簡過 故我以蘇東坡居士所寫最後一首詩 廬山煙雨浙江潮 味道千般恨不消 道德懷乃無別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這個大家可以上網看看它真正涵語 以及英國幽默大師卓別林的三句名言 第一 世事無常 甚至我們的困境也不常在 第二是人生最浪費的日子 就是我們沒有笑的時候 三是我喜歡在雨中行走 因為沒有人會看到我的淚水 我奉勸民主時代是特種公民 而非家成的常論文官 像侯檢察官這種冤枉課真抄家 滅門所得稅的人 這些年你們扼殺了多少太極門子弟的笑容 折了多少年獸 有無看到他們陽光下的淚水 而你又浪費了多少沒笑的日子 何不證實自我解除困境 我再多花一分鐘來講一下 所得稅的合法課稅處分的依法行政 確實沒有幾個人 那個是很清楚的 所以呼籠了那麼多年都沒去改 但是我現在舉個類同例子 今天假設有個公立醫院 莫名其妙 因為原因他們才會知道的 突然派一個獸醫去醫病人 結果呢 把人一死了 又開出天價的醫療費 結果檢察官調查的結果說 會說他是都沒錯 然後呢 還把那個欠缴的醫療費 會移送給行政執行署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去執行 別法去拍賣那個死亡人 或他的繼承人的財產 我想假設這個類同 假設用這個你去看看 台灣會是什麼現象 會流行嗎 所以我想今天就這樣發言 謝謝